为何中国很多战斗机的机头上都有一根很长的针状物,战斗机机头那根细长的针状物究竟是什么呢? 这个针状物就是空速管,空速管也叫皮托管,总压管,总硬压管,它是感受气流的总压,隐称全压和静压,并监测的对压力,数据传送,与大气数据计算机,飞行仪表的装置,很多原型机或技术验证机都有,不单单是中国,这是因为在原型机或验证机阶段,要控制整个机型的技术状态。 刚刚开始时,不易使用太多新技术,太多的新技术会使飞机的可靠性降低,等经过一段时间的验证后,大家了解这个飞机的数据,就可以心里有底了。 空速管是飞机上极为重要的测量工具,它的安装位置一定要在飞机外面气流,较少受到飞机影响的区域,一般在机头正前方,垂尾或一肩前方, 飞机在压升速飞行时,空气因受气体的扰动作用,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飞机绕流场,而空速管探测的气流静压,实际上是飞机绕流场中的静压,它比当地实际大气静压高,也就是测得的压力系数是正值,它取决于空速管的位置误差。 中国在2013号歼20原型机之后,歼20就取消了这一装置,该用嵌入式大气数据传感器系统,使用更先进的传感器来测速。 现在的中国空军新服役的战机几乎都取消了机头空速管,如歼10BC,歼16和歼20,空速管也是一种落后的象征。 所以我国现在新战机都已经取消了空速管的设计,改为更加先进的技术,大大加强了歼20的隐身能力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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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